女女儿 好漂亮 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呀 阿易 阿易啊 谁是小黄帽啊 怎么玩这个呀 你教教我 教教我 站过来 给我打 阿易 来 阿易 小黄帽 小黄帽 女女儿啊 好漂亮 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呀 阿易 阿易啊 今年几岁 三岁 三岁啊 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阿宁 那好可爱 哈哈 阿易啊 快叫 叫爷爷 爷爷 要么你这叫我爷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您跟天明爸爸一样大 阿易叫你爷爷是应该的嘛 阿易乖 笑你自己玩一会儿好吗 好 去吧 谢谢 真看不出来 你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 我 我恋爱谈得早 然后当时年轻不懂事 然后就有孩子呢 天明能接受这个孩子吗 当然了 阿易一直叫天明爸爸 我们两个也一直努力地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对了蒋总 我听说有人给您写匿名信 说这孩子是我姐姐的 我不想让您误会 所以就把您约出来给您解释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并不反对我 我跟你姐姐交往 我只是希望我姐姐能幸福 这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姐姐发想要的幸福 这我只是不明白啊 那个 为什么天明他一直反对我跟你姐姐交往 你看如果说我跟你姐姐沉浸之后啊 这对我们来讲都很好 是不是 天明可能是为了避嫌吧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又倔强又独立 他可能是不想 不靠什么裙带关系 被别人说钱话 想必自己的努力啊 去干一番事业 对了 他的个性我了解 所以我欣赏他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他计较 还有 宋阳那边我也不会受他挑拨 这一点点小误会 解释清楚就好了 看来你的日子 过得很不错啊 看来你的日子 还可以吧 谢谢你这些年 对我妹妹还有安宁的照顾 你不用谢我 我照顾安宁是因为我爱她 而我照顾安宁 也是看在安宁的份上 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是这么讨厌 难道你的所作所为 会让我喜欢 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都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我们姐妹来之子的恩怨 外人是不会明白的 你当初 还能老到留给你的房子卖的 无非是为了得到安宁 而事实是 你得到了 所以我并不牵扯 至于 你替我不要安逸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等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加位补偿 怎么补偿 在蒋总面前 帮我说两句好话 还是把他给你的钱 直接给我 用来回馈我对安宁的情感 不用客气 谢谢 这也能难够住吗 这也能难够住吗 说吧 你今天找我来 到底是什么事 我要你离开蒋大门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是通过谎言 骗取他的信任 还让安宁 替你背这个黑咕 我爱不爱他 骗不骗他 关你什么事 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要求 很莫名其妙吗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如果你不离开蒋大门 那对不起 我会把你曾经做过的一切 包括安逸的事 全都告诉你 你真是在威胁我 你这是在威胁我 是安宁让你来找我的 他已经答应过我了 帮我负责安宁的事情 怎么 现在又反悔了是不是 你不要把所有事情 都怪在安宁身上 是我自己要来找你的 你好好考虑清楚吧 石天明 喂 怎么了 好的 我马上到 你姐 你姐找你 姐 我正忙着呢 什么事啊 石天明刚才来找我 让我和蒋大伟分手 天明去找过你 你装什么 石天明刚才来找我 他用过去的事情要挟过 逼我和蒋大伟分手 这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还以为我们姐妹俩 可以和好了 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可没想到你还这么恨我 还是根本就见不得我好 不是 姐 我真的不知道 天明去找你 你听我说呀 算了 我说我说要了 你别我吧 就打过去 我说不定吧 我问你 我好意思啊 我让你抓住了 那边有往的 我想着 我再问你 我这边就稳图销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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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大姐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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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石头伤那么重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咱们得把这笔罩给抖回来 对 咱们找个机会 好好收收收收它 对 咱俩 你就得问来 行 放过你姐可以 来 把石头医药费给交了 可是我知道我二姐的脾气 她肯定不会给的 你 把石头的医药费出了吧 大姐 我哪来这么多钱呀 行 姐妹们 走 跑去爱姐 走 等一下 你们不能去 大姐 这钱我来想办法 我求求你们不要去上回我二姐了 好吗 乐乐 你如果是因为缺钱的话 大姐肯定会帮你 可你让我花钱去救一个小偷 你不觉得这太荒唐了吗 可是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二姐 如果不配电医药费给他们 他们肯定是会去找二姐麻烦的 这太可笑了 她是因为偷东西才会受伤 她是自作自受 跟你二姐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她偷了东西 可她还是我的兄弟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样 你还是让你那个朋友去自首吧 监狱里也有医院 自然有人会救她的 大姐 你现在怎么变得跟二姐一样了 早知道我还不如去找二姐呢 反正我已经找到 帮她洗脱罪名的证据 你说什么 我在杨佳的电脑上 发现了一顿录像 原来当初伤害杨佳的 不是你也不是二姐 是颂羊 好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次来办公室找我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去找过我姐 还威胁她必须要离开蒋总 你不是也不赞成 你姐跟那个混蛋继续交往吗 那你也不能拿我姐过去的隐私 来威胁她呀 她现在肯定认为是我出尔反尔 我跟她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一点了 现在又闹僵了 所以你为了照顾你姐的感受 你可以去跟蒋大伟说 安逸是你跟莫轩的私生女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对不起啊师父 我不是没有想过您的感受 只是我姐当时哭着求我 我就心软了 如果你姐真的跟那个混蛋结婚了 你舍得跟我分手吗 不舍得 那你就舍得看着我姐一直误会我 看我这么纠结吗 安宁 其实我认不认那个混蛋 我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这个父亲 在我生命里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我最在乎的 是你的感受 师父 你不要轻易说是这样的话 其实亲情跟爱情都很重要 这两者之间 确实是很难取舍的 这样吧 我答应你 我不再威胁你姐 其实按照蒋大为过去的历史 我看他跟你姐 也未必能长久下去 这样吧我们还是把心思 全部放在追查杨家受伤的真相上面吧 好 好 好